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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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到沖繩背後 有我Icy王宇盛 今天的嘉賓可以說是非常貼題的 他是他先生沖繩背後的幕後功臣 前騎師, 嚴顯強的太太蔡萬恩 Marian, 你好 你好, 你好 歡迎你 我知道做騎師的生活很艱苦 很堅毅 對你來說, 你作為騎師太太 跟普通太太有什麼不同 這樣說吧 可能在身邊的朋友都會覺得 騎師太太, 不用做了, 很多錢 為什麼要做呢 其實不是的 我跟普通太太也要出來做事 照顧小孩的樣子 不過我在網上看到 Simon、嚴顯強很懂得投資 我跟阿香說, 她的身家是五億計 真是假的 她沒有分給我 但你的朋友覺得你不用做 對 覺得騎師的生活很好 人們都叫我, 怎麼這麼薄 結完婚, 還要考牌 肚目工程嗎 對… 人們會很喜歡這樣說 其實有一期也不開心 經常聽得太多這些事情 Timon會否支持你 你也要有自己的事業 是, 他也很支持我 他還鼓勵我 一定要做, 千萬不要不做 是… 多少身家也好, 都要努力做 因為兩個都很努力的人 事業上大家都很獨立 但生活上畢竟是 跟一個家庭一起生活 騎師是吃很少的 是 會否你根本不需要煮飯 和陪他一起節食呢 幸好我真的沒什麼煮飯 因為剛結婚的時候 他還是以一個騎師的身分 你知道騎師有時候 要節食, 保持健康 不過幸好他本身是一個瘦底的人 就是吃不肥的? 對, 吃不肥的 令人羨慕 對 但是某些情況下 他也要做一做綁 他怎麼樣呢?很簡單 戒澱粉質 不只是不吃飯? 對 不吃麵包, 不吃米粉麵 對, 吃就沒什麼要求 但會不會有時候過時過節 或者重要的 例如結婚紀念日 或者你的生日 零四是需要吃一頓好一點 但他又剛好要做綁 會不會有這樣的情況? 以前真的有試過 但我們看見他真的吃少一點 譬如吃西餐, 最簡單 吃西餐通常都是鋸扒、雞扒 也是吃菜和肉 就是炸魚豉腿就不要吃那麼多 對, 太胖了 好, 但會變成你吃很多呢? 我嗎? 我其實結婚的時候 只有百零多磅 不過可能結婚之後 他給了好東西吃 給了好東西吃 而且又生了三個嬰兒 生了嬰兒就很難教 也是一種幸福 對… 就是他帶給你的幸福 對 但除了吃東西之外 睡覺會不會是一個問題? 其實才是要很早起床 很早睡覺 是 最遲, 十點鐘就要睡覺 早上四點鐘起床 最記得就是結婚 結婚的時候 其實我開始有寶寶 最辛苦了 因為他要教鬧鐘 通常四點鐘, 鬧鐘就響了 全家人都一起醒 對, 我有寶寶 他帶著腦筒, 通常很難睡 我每次都是四點鐘那一刻 真的被他吵醒了 你也知道 大肚子的時候很麻煩 醒了之後睡不著 第二天早上班 就有點燥燥 就暴躁了 對, 就開始暴躁 會發脾氣的 因為這些問題 是 經常性 這麼大膽地從鏡頭前說出來 但他會否內疚呢? 就是我這麼早吵醒你 會否他也盡量… 對 做什麼方法遷就 會否睡廳 不會… 他也要有充足的上眠 始終你站在馬上是比較危險 對, 所以其實也是互相遷就出來 對 你提起危險 你會否經常為他很擔心 有… 讀書的時候 因為我在澳洲讀書 當年可以在電腦上聽收音機 有一次聽到他掉下來 很害怕 馬上去打長途電話 問他身邊的朋友究竟有什麼事 但他身邊的朋友 每個都這樣說 還清醒的, 沒事的… 又怕他騙你, 說沒事 對… 你又飛不到過來 對 那一刻更加會覺得很無助 最終幸運 其實真的沒事 他真的清醒 那一刻才安心 你會否每一個 他會出賽的日子 都聽著他有這樣的情況 有的 會怕, 你會否做什麼 例如捉迫他或幫他 我沒有, 因為… 我沒有這麼信仰 不過婆婆也有 當年我最記得 Simon每一次開炮的時候 每一場, 第一場之前 我婆婆也要裝香 是的 我知道這個動作 是由他開始騎馬的時候 可能是十幾二十年前 他已經這樣做 所以說一個男人在外面的成功 其實背後家裡的女人 都是不斷默默支持 或者祝福他們 是 剛才也說了 因為擔心他 每一次你當時在澳洲 都會在電台聽他跑馬 你跟他拍拖四年 好像都是分隔兩地 是的 你在澳洲讀書 是的 怎麼是他又在香港 說一個順字 而且我們倆都是一個比較悶的人 沒什麼娛樂 你知道騎士要早睡早起 其實他們沒有太多餘的時間 去找娛樂 所以就是這件事 大家就說個順子 每天就說電話 隔兩三天就說一次電話 是的 那他經常會飛過去澳洲找你嗎 有的 不過通常都不太好 為什麼呢 因為佛庭賽 佛庭賽的時候你就會暗起 對 他終於可以過來陪你 其實有一次他被人罰了 停十個賽馬日 也有一個月時間 是的 那你就反而可以有他陪你 是的 其實你從小到大都在澳洲生活 我知道 拍完四年拖之後 你就決定回到香港跟他結婚 有什麼大的吸引力 令你覺得這個男人值得托父終身 我扔下澳洲的家人 我回來跟他在一起 一來就是他給我一些安全感 你想想,分界兩地 這麼多年 還有第二件事就是 他經常都催我回來 你日久見真情 四年時間真的很難得 是的 但你回來後很久 你們結婚半年 大概10年前,2006年 他就掛香了 是的 那當時你是支持他 還是反對呢 支持的 我知道他是否有背傷問題 是的 你是否要照顧他很厲害 其實這件事 只是後期我們才知道 因為他經常發生背痛問題 後來看了很多醫生 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最後發覺原來是那種強直性脊炎 最後才掛香 當時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知道他很痛 如果他的背部一直這樣痛 或一直騎著 其實是一件很危險的事 直到現在 有時候也會病發,也會痛 我唯一做到的事 就是除了幫他捏 就是幫他按摩 按摩 按摩之後 總是要提醒他 要挺直腰 因為他痛就開始亂來 一旦亂來,你定了 就會站在那個位置 所以有時候我看到他 在看電腦、爬馬的時候 一看到他這樣 我就會像別人的軍官 拍他的背部 就是… 他是不是很重視家庭的人 絕對是 對 疼你又多疼 應該這麼說,他真的很重 很重 很重的 你覺得他做過最感動的事是什麼 最感動的就是… 我還記得婚禮那一刻 因為婚禮的整個過程 他是… 有得我去做的 其實可能在我的立場 就覺得男方好像沒有幫他上去 不自在… 不自在 對 對 也挺緊張的 婚禮那一刻 突然有人在唱歌 之後他在後面 拿了一個99枝玫瑰出來 之後就在台上跪了 其實那一刻我都哭了 所以這些是鐵漢柔情 對 雖然騎士很硬 但其實他對太太很細心 是 你們十年婚姻的愛情結晶 你有三個小朋友 是 十歲、六歲、一歲 是 是 有沒有寄望 他長大了 都很像爸爸一樣 一起做騎士 這個…沒有 因為我看到我先生這麼辛苦 又要節食 又危險 不過雖然危險 但如果沒有騎士的話 我們也沒有這麼精彩的賽事 可以看到 囝囝不做騎士 可以像你一樣 我知道你是榮升了馬主 是 不如下一集再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的炸魚薯條和菠蘿油 好 好 下一集再見